为了祈求国泰民安封条与顺 花莲县政府的绕境祭天祈福活动举办11年了 今年是从11月28号到12月25号办理 透过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原住民传统祭仪 共同来为花莲祈福 花莲县政府为了祈求国泰民安封条与顺 特别举办了各宗教祭天祈福、祈祷要进活动 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原住民传统祭祀等等 都将以维持目标热闹展开 再继续关宣读祭文感谢上山对花莲百姓和土地的眷顾 场面容忠专严 现在宣传表示在未来八天当中 为了绕境以及各地的祈福 也请各乡亲、长辈能够告诉周边的亲朋好友 一起到各地运用各宗教来祈福 为国家祈求国泰民安封条一顺 四季能够和和顺顺 五股都能丰收 我们真的要感谢花莲县所有各宗教 我们大家齐心协力 让我们手牵手团结在一起 让我们运用我们沉浸心灵 祈求丧仓 祈求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每一个人心灵都平安 让我们每一个家都能够幸福和谐 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安定 有一些人跟珍贵说 或者在现场心上说 我们是不是不要再办了 但是我们要不要继续办下去 要不要 要 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为这一块土地 我们都能够一起来努力的 对不对 对 2020年 今年是一个辛苦的一年 尤其是在今年的农历年珠 我们整个新冠肺炎 在国际间整个泛滥开来 让整个世界会心灌肺炎 而焦虑 而人与人的疏离 而经济的不张 而社会的不安定 今年 中央地方合作 让我们的防疫工作得宜 让我们依旧可以自由的进出 可以自由的聚会 可以自由的上餐厅 可以自由的到学校学习 可以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 都能够生活作息正常 这是因为 我们大家一起共同 自爱爱人 共同守护 让我们疫情可以得以控制 对不对 是 我们更要感谢我们的信仰 我们上天主邻诸佛菩萨 以及我们的耶稣 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道主 让我们一颗安定的心 让我们一颗互相关怀 互相理解的心 所以让花脸社会能够和谐繁荣 活动从11月28号到10月5号 入信展开 各众要祭天祈福及绕境活动 已经迈入第11个年头 而花脸相信也透过祭天祈福活动 来表达虔诚的心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